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于16日晚上盛大展开 多位大咖明星来到现场 如杨子琼、郑秀文、刘德华等等 可说是众星云集 而本届金像奖 最佳编剧由神探大战 维家辉、陈伟斌、麦田书得奖 而颁奖人王丹妮与刘俊迁 负责颁发该奖项时 王丹妮却念不出得奖人 麦田书的数字明显卡住的他 赶紧轻声询问另一位颁奖人刘俊迁 这字怎么读 但是刘俊迁也没有念出此字 直接喊出神探大战来解围 而台下的神探大战团队中 维家辉编剧原本已经一度要站起来领奖 却因为王丹妮读不出字 尴尬的停顿又令他在原地犹豫 是否该起身 看到王丹妮与刘俊迁的行为 许多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负责颁奖先读过所有人的名字是应该的 这么少的功课都不先做 完全说不通 真的失礼到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